北京时间10月20日,NBA迎来一场重量级的较量,被预为实现赛季的东部决赛预言,多伦多猛龙主场迎战波士顿凯尔特人队。 经过四节比赛的激烈争夺,双方也确实打出了东角水准,过程看得让人惊心动魄,猛龙队凭借着伦纳德和格林的出色攻防表现,率领球队113比101击败率军,真是心疼马刺,伦纳德和格林都是波波为其一手培养多年的球星。 他们是马刺2014年夺冠的大功臣,他们是马刺这么多年,来的希望和骄傲,他们是马刺的未来和希望,可惜啊可惜。 如今的他们就在猛龙呼风唤雨,成为猛龙的攻防领袖,这等于是把马刺的最强防守,搬到了猛龙队,让猛龙一跃成为东部冠军的最大热门之一。 今天这场比赛,伦纳德坎下全场最高的31分是篮板三助攻,其中三杯球5投2中,8球9把9中,正负直加17全场排第三。 丹妮格林坎下14分5来摆三助攻,一场断一封盖,三分球7投4中,正负直加25位全场最高,以其说这场比赛是绿军和猛龙的较量,但更像是绿军和马刺的较量。 因为伦纳德和格林的存在感太长了,上半场猛龙49比53落后凯尔特人4分,这时候猛龙需要有领袖站出来,伦纳德就是那个猛龙的先王。 他在短短的6分多中,独自砍下15分,一起将猛龙落后的局势完全逆转,第三节结束的时候,猛龙以金板超的强大的绿山军军团,展示了当年MVP候选人的实力,和他一起加盟猛龙的格林也不让卡巴一独美。 第四节凯尔特人在欧伦等人的率领下,发起来强大的反击实力,就在这个危机关头,进攻端黄阿玛携手洛瑞,联手送出一波10-0的攻击波拉开比分,防守端跟伦纳德一起送出风盖好戏,那一瞬间恍惚感觉他们依然在马刺。 最终派尔特人回天法地,猛龙取得了开赛以来的两连胜,在这场冬日预演中,猛龙笑到了最后,派图姆遭遇黄阿玛和伦纳德的同时封盖,求当时他的心理阴影年纪,可怀伦纳德1991年6月29日出生,今年27岁,正是生涯最黄金的年龄,2011年第一轮第15位被步行者却重。 随后波波维奇会掩饰朱,蒂克送出希尔将他换到马刺培养,并一步一步将他培养成马刺当交和联盟巨星,在马刺期间所获得荣誉。 2011次赛季NBA总冠军,和当年的总决赛MVP,连续两个赛季2014-15,2015-16赛季拿下年度最佳防守球员。 两次入选NBA最佳阵容第一阵容,三次入选NBA最佳防守阵容第一阵容,两次入选全明星西部首发阵容。 双方数据猛龙数据,伦纳德311分100分助攻,格林14分500分助攻,洛瑞15分6006助攻,伊巴卡21分600,范弗里特11分7助攻,凯尔特人,欧翁尔,1分6助攻,卡图姆16分9版,海沃德13分7版,布朗13分,霍夫的14分10版9助攻,罗奇尔8分。